全民戰隊專門搜集全港十八個都市 網絡傳聞 明查暗訪 實地考察 揭開真相的用事 今天跌第四次就找人選一張桌子 要不要幫隊呢? 她經常說桌子搖來搖去做不到事 你幫她做一張桌子吧 把我身上 完成 喂!你會不會太殘忍了? 用我BB來搜桌子的腳? 這樣才穩固 你有沒有聽過? 工程都是用小鑽來做地機 所以什麼形容小朋友的膝蓋 那就可以了 我真的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不如問問街坊有沒有聽過 有 小朋友 小朋友 年輕人 即逗洞只是說到小孩很小 其實都是侮辱小朋友的事情 他們要起橋的時候 為了要防止日後的妖魔鬼怪 來弄壟橋或者騷擾他們 就找些小孩綁在橋上 當作一個制憲 然後繼續起它 我不知道為什麼用英語 為什麼不用大人 大人會反抗 小朋友都會反抗 聽慢一點 他們會 你會嗎? 我不會 你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 你有沒有聽過 你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你有沒有聽過 究竟是什麼 其實室洞的來源 就是以前有些人做大工程 他們是會用小朋友來做地基 活埋了他們 河文田有一個水泥工程 就發生過這些事 因為它在法國的屠城 是找到七具的小孩屍體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 關不關這個傳說的事 但是真的有七具屍體屍體 嘩 這麼恐怖 這樣很無辜 真的犧牲了小孩生命 是的 香港的文明應該不會做這些事吧 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就是剛提到 河文田水泥工程 發掘了七具小孩屍體的地方 不如我們找個專家出來 跟我們聊聊天 好 有請 專家你好 其實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 你是不是真的 試過打山莊呢 打山莊這件事 就是來自一些很古老的傳統 以前的人是很迷信的 就是覺得 為什麼有些水泥工程 收集都不好呢 就是那些堤壩蛇都沖爛的呢 就想不如用一些同男同女 或者用人活人制製的方式 希望祈求得到平安 但是這些方法去到近代的香港 其實相對來說是少見的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就在河文田裏面 其實河文田這個山頭 在以前來講呢 曾經是一個很巨型的九龍公墓 那個位置呢 面積相當於39個足球場 這麼大的 嘩 所以就跟今天的想像就很不同 嘩 即是這裡的村子 全部以前都是公墓 是的 因為其實在九龍拓展了之後 其實當時政府要找很多地去處理 相關的一些墓地問題 所以在1921年的時候 就將這些地域拓展做九龍公墓 很後來 戰後就將這些公墓 重新遷葬到和俠石 或者新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裡才變成寨置區 再變成一些公共屋村 就變成今天可能有些高尚住宅 在這裡附近了 就說可能之前在這個位置 那個水利工程的發掘島有七具才是 那其實會不會是其他原因呢 其實是因為純粹是墳場 它漏刮了出來 只不過是剛好它維修的時候 刮出來的 其實都很有機會是 因為這個地方以前又做過醫院 又發生過事故 也是一個巨型的墳場 所以可能當時有些 遺漏的情況都不出奇 而說會不會是打山莊呢 我們證明不了它沒有這件事 但是相對來說可能性就低一點 其實打山莊我想問 大約是多久之前的事 應該如果說流行的話 如果流行的話 其實古代可能由雙朝 去到雙秋善國都已經開始有了 但是去到近到何時才開始沒有呢 那就很難說 因為其實這個傳統 在日本可能叫人柱 可能你看鬼滅或者放隱者 都會有人柱這個概念 其實日本可能去到江戶時代 即去到三百年前左右 都還是可能會有些這樣的傳統在 明解了 今天真的好多謝專家 特意來這個地方來講解 多謝你專家 不要這麼說 多謝你 以後誰再將BB公仔攝台 他這麼殘忍 我祝他打山莊 其實你就可以了 你這麼霸氣 喂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 來吧 來吧 不要吵 大家有什麼都市傳聞 記得報料給全民戰隊知道 記得收看全民戰隊 不會吧 謝謝 多謝 謝謝 我們其中的願望是自己早有康復 是呀,你胃肚嘛 痛下不了床,這件事很嚴重 Pixel不能失去你的 快點看醫生吧 是呀 吃蛋糕先吧 不要試著打藥,教不出的,Marco 是呀 你是不是很痛Marco? OK,好… 行呀 好厲害 又打一歲了 好感動 34歲了Marco 38了 21歲了,多青春